市長的臉書發文 最近越來越常越說 共助了國政的議題 昨天臉書也有寫說 為台灣打敗好我們選面 選總統是不是也好我們選面 黨專門都確定要跟招民 這個時間點的部分 因為市北京的印字會在4月25號開始 市長不是會去議會報告等會結束 再來宣布接受跟招 還是在4月25號區 其實我們每天 都以市政為最大的優先 所以親民聯繫假期 我只是行程沒有公開 我行程還是滿檔 我都到 我們市民朋友 最常去的消費場所 像滴肉店 賣雞排的 或是烈子咖明的 這就是我們民眾 每天面對的民生經濟的地方 去跟他們聊一聊 來 所以 知道我們地 在民生的問題上 我們碰到了什麼樣的狀況 我從小是滴肉店出席的 我非常有感 我跟盧桌的賣豬肉的這些摊商聊天 他還沒有說 市政 豬肉 用買和牛肉 跟價錢 貴三三 不夠派賣 他都不敢去賣 豬肉快漲到 兩成都快三成 他是要怎麼賣 也沒人買 不要說切蛋 雞肉也起雞肉 豬肉也起雞肉 這都是我們民眾最關心的 連青仔麵 連切粒小菜 也都開始在漲價 大家要關心的 農事家的問題 尤其 他還特別跟我說 電費又要漲了 電費一漲 物價波動 他跟他說 豬肉去這麼多 心水也沒這麼多 所以其實民眾真的很痛苦 所以我關心的是 我們民眾每天 都會碰上個痛苦的事情 所以消費端 買的人就搜索 讓他們生活上越加的困難 所以有時候我就呼籲政府 這是民眾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你可以早做準備 供銷 失衡的狀況 你有監控肌肉 你是不是要做好 另外家庭的場所 你是不是要升級跟轉型 還有全球化 在變動的過程當中 你是不是要做好 整個股物的超權部署 這都是政府要做的 其實民眾 其實最關心的 還是他生活的周遭的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我這幾天 都是跟這些的人民 來傾聽他的聲音 面對問題提出方法 來解決他們的痛苦 這最重要 是要 市長你怎麼看說今天郭董 的防備審議員回來之後 他召開記者會 他再度為退出國民黨來道歉 也表態說自己認證 主權安全總統 那現在反正說 他是說他自己是可以團結 非力聯盟的人 但是他也說說 如果市長的民調比較高 也會來支持民民怎麼看 我這一生 最重要的是守護中華民國 愛台灣人民 大家都可以平安 這是我不變的初心 所以面對每一個人 我們都用 大家團結在一起 努力的 過我們的國家 過我們台灣這個土地 讓我們這個土地會越來越好 我相信這也是每一個人的心願 會覺得朱主席 應該要表態他不參選總統嗎 我們面對所有的問題 其實我們只有一條心 最重要 這個心 是如何 為國家為人民 創造更多的福利 讓他們能夠永續 謝謝大家 我們 在每一個地方 不管你人在何處 永遠要欣喜中華民國 不管是在國內 在國外 我們都水水中華民國 也為國家 為人民 做出最大的貢獻 市長想問一下 這個立法院黨 現在傳出主持人 一個挺頭聯盟 那第一波的民間是包括 曾明宗啊 鄭力文等人 希望可以快速 徵召市長參選2024 那另外是不是有 跟黃建庭立書長見面台的一些事 其實我跟朱主席 也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 所以很多的溝通其實都是無礙的 我們常常有時候撿信啊 電話也都了解到 目前我們面對的所有的挑戰 我們都是會同心其力 為國家 為人民 泡表 市長阿大 為什麼要呢 因為現在有人挺頭 但是也有人 表態說要去國台 但有 郭董是一個非常 棒的 產經專業人才 尤其這麼多年來 也為台灣做了很多事 所以 郭董 跟我們 都會團結一起面對 讓我們國家跟人民的發展會更好 那你怎麼看他說 台灣需要一個CEO 把這個台灣當作一個公司來run 你認同他這樣的說法嗎 在從政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要傾聽人民的聲音 了解民眾的需求 來解決民眾最主要的問題 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郭董 後世每一個人 有志於從政的 了解民眾 解決民眾的問題 這才最重要 市長 黨內四月傳出會徵召市長 那市長有接到通知了嗎 有沒有約你見面談了 為國為民前一步 是我這一生不變的子字 那任何人其實跟我的溝通 都可以再用任何方式 不管是電話見面 我們都是隨時可以溝通的 市長問一下 剛剛您說到 有跟這個朱主席 好像是有這個通話 那通話大概聊數內 其實主席跟我 已經是很多年的老朋友 也一起共識過 所以我們彼此之間的溝通 是無礙的 用任何一個形式 我們都可以溝通的 有約張亞中見面了 那下禮拜黨中 什麼時候會約 侯友宜跟郭台銘 主席會親自到嗎 我跟侯市長 這個保持密切的聯繫 我們總是希望 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 排除各種的障礙 爭取更多的支持 幫我們黨內的這些 立委候選人 能夠化解各種的爭議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那民事長也很辛苦 昨天有拜會張亞中教授 也會拜會趙少康董事長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持續在做的 主席關於郭台銘董事長 那如果說要去見他的話 會不會不排除他也是 徵召的評估人選之一 郭董事長對於台灣 經濟科技公益的貢獻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們也都把它視為 我們藍營的重要的一份子 我們大家要團結 所有團結的力量 其實不只郭台銘董事長 包括所有非綠的朋友 我們都要團結在一起 那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才會讓這個團隊更強 然後我們共同努力 才能夠爭取2024的勝選 想問一下女生有把自己納入徵召的人選之一嗎 好 我幫你回答 不回 國民黨黨主席如果真的想要徵召侯友宜 現在就徵召 你要拖啊 拖到什麼六月 拖到六月幹什麼 今天放這個話 明天放那個話 蘇主席這要自己檢討 為什麼你一個政策 大家都有這麼多的揣測 為什麼不能清楚楚的講清楚 到底你要做什麼 昨天確定用徵召的方式 那你覺得現在侯友宜要參選的話 黨主席是不是真的幫他排除這個障礙了嗎 那那個戰野大聯盟 菲律大聯盟的部分 郭台銘還有郭文哲的部分 你覺得要怎麼處理 國民黨黨主席如果真的想要徵召侯友宜 現在就徵召 你要拖啊 拖到什麼六月 你拖到六月幹什麼 你叫這段時間侯友宜講什麼 做什麼 有什麼身分 本來早就應該徵召 如果要徵召的話 因為侯友宜去年九回一大選 這個打敗這個 用四十六萬票嘛 打敗林家龍 非常高的票 那時候聲勢非常高啊 民調也做侯友宜第一嘛 郭台銘第二嘛 都可以打敗來清德 那這個時候呢 你黨主席就趁勢 趁勝追擊 就宣布 假定說是要徵召侯友宜 就徵召了嘛 那侯友宜就趁著這個勢就起來了嘛 你在那邊拖拖拉拉 今天放這個話 明天放那個話 結果呢 侯友宜也好 郭台銘也好 越來越地越來越地越來越地 到最近的幾個民調看起來 這個侯友宜的民調已經輸給賴清德了 然後呢 在這個時候 你趕快宣布 然後呢 也許還可以把事照起來 你還不 你現在是三月 你要搞到六月再徵召 這三個月他們怎麼過啊 那你到底要做什麼呢 所以我真的不懂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侯友宜他的民調是超過賴清德的 徵召沒有人有話講 大家都說福氣嘛 那你現在已經開始反轉了喔 這個時候 馬馬虎虎 趕快 你還在拖 那如果到了六月 到了五六月 那個時候如果侯友宜的民調是 還是贏賴清德的 那沒話講 萬一 萬一跌落了怎麼辦 萬一輸賴清怎麼辦 那這時候其他的想參選的人 他會福氣嗎 所以奇怪呢 那你也輸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是你不是我呢 那你說我少輸 那少輸也不是贏啊 少輸就是輸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事不宜遲啦 你這樣拖 我覺得中間也很奇怪 到底你們在想什麼東西 好吧 如果他一定要拖的話 我的建議 如果說你非要搞到六月 那四月五月 黨主要每個禮拜辦一次 國事大辯論 把有意參選的候選人 大家來討論來辯論嘛 不是應該這樣子嗎 譬如說兩岸政策 譬如說對美外交政策 譬如說國防政策 兵役政策 財政政策 經濟政策 住宅政策 少子化政策 教育政策 這就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啊 每個禮拜挑一個主題 這個候選人來談 有意參選人來談 讓社會知道 這個參選人他的主張 到底社會 知不支持 那 不是選舉就應該這樣嗎 候選人的意見 候選人的主張 讓選民清楚的知道嗎 這也是肇事嘛 所以我覺得 要不然你就早徵招 趕快徵招 要不然呢 既然你說不打算 那不打算 你是要做什麼呢 不如每週一次 國事大辯論 我覺得這樣的話呢 才符合你要延到六月 這個才徵召的 這樣的這個意義啦 否則沒有意義嘛 那候市長的論述能力 是不是也被質疑 那你怎麼看 候市長是不是也有一些缺點 需要補強的力量 每個候選人對他優點跟缺點 你很難說 你不是選勝人嘛 所以 我相信候市長也沒問題啦 他當新北市長 他在這個議會 面臨民進黨議員那麼多的資訊 他也沒問題啊 所以我不容易有什麼問題啦 但是不管有沒有問題 把主張講出來 告訴社會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美國總統初選 搞一年耶 為什麼要搞一年呢 就是不斷地辯論 不斷地辯論嘛 讓選民非常清楚 這個候選人 他的主張 現在這個徵召的時程還在拖 那郭台銘的問題主席 也還沒有處理 是不是其實朱主席 還沒有放棄親自上程 真的不知道啊 就是說 朱主席這要自己檢討 就是說 為什麼你一個政策 大家都有這麼多的揣測啦 為什麼不能清楚楚的講清楚 到底你要做什麼 所以才會揣測 這是不是讓郭台銘開個門啊 是不是朱主席自己要怎樣啊等等 何必呢 政策很清楚 講清楚 避免大家在這邊拆來拆去 我覺得這可能是 這個黨中央應該注意的事情 那你們覺得郭的問題要怎麼處理比較好 你徵召當然不是只有侯友宜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說 那如果說你現在意思決定不了 本來照理講 侯友宜的民調是比較高的啦 所以我看之前的民調 侯友宜第一 郭台銘第二 都會贏賴清德 結果現在都輸了賴清德了 當然賴清德已經在那邊 這個好整影俠在等了嘛 所以你如果等到六月 等賴清德以三個月以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可以活動 那國民黨這些人都不能說自己候選人嘛 對不對 因為他根本沒被提名啊 也不能說自己是提名人嘛 賴清德已經馬上要提名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啦 這個郭台銘到底能不能參選 那郭台銘如果用徵召他有資格嘛 那到底你要取誰呢 誰比較有資格呢 還是回到我講的 那辦幾場國事大辯論嘛 讓大家來講講他的政見嘛 讓選民來判斷來決定嘛 這是最好最公平啊